各位旅客您好 请细好您的安全带 一张以备数值 别忘了把餐桌收好 我们即将起飞 大家好 欢迎收看 Pa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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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空服人山 我是机长伟明 机长你上周点名的 这些美丽的景点 他们的票价都上涨了耶 真的好厉害哦 那当然哦 我谁 股市新纪元纪伟明 尤其是那个秘密星球 也是喷到不行耶 真的是今天点名 明天涨停 如果你想要知道 更多的财经知识 或是是采念分析的话 都欢迎加入我们群组 让我们在群组里面 今天点名明天涨停 不错哦 有在看我的节目 记住我slogan 废话都已经录那么多集了 但是不得不说 你点名的标的 其实真的都很不错耶 让我今天也很期待 我们要去哪里玩 Pay Go 今天呢 我们飞的旅途 主会经过 合金 台胜科 还有环球晶 要去看半导体族群啊 听说合金传出要涨价了耶 我们是不是要赶快上车呢 不用多说啦 来跟我一探就近 合金这家公司呢 它的主要产品其实就是 抛光细晶元跟 雷晶细晶元 雷晶细晶元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在 抛光细晶元上面 再多了一道工序 叫做化学气象成绩 在上面会有结束一层薄膜 那因为呢 目前的技术越来越进步 对细晶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雷晶细晶元呢 其实具备了一些抛光细晶元 没有的电穴特性 让它在某些产品的应用上面 其实是更好的 那合金这间公司呢 它的营收来源有超过75% 是来自于8寸的细晶元 剩下的25%是6寸的 那它的出货地方呢 其实有30%是来自于 也是出货到台湾 那有31%是出货到中国 还有剩下来的一些些 是18%到美国 那近期呢 我们观察到了 就是关于汽车应用的回温嘛 第三季合金的订单已经满载了 就是今年呢 合金呢 它在上半年的时候 已经调整过了6寸细晶元的报价 预计今年下半年呢 会第二度的调升6寸的细晶元报价 8寸的细晶元呢 也会跟着调长 所以在后续呢 我们认为呢 这张股票是可以大家关注的 再来呢 我们来到了台胜科这个地方 台胜科呢 其实是由台湾的台素集团 跟日商圣高 他们合资成立的 所以全名叫做什么 台素圣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台胜科 那台胜科呢 是台湾的专业 8寸跟12寸的细晶元制造商 这些产品呢 有8成是销往自己 就是我们台湾嘛 然后剩下的两成是外销到国外的 那我知道母公司圣高 它是全球第二大半导体细晶元厂 那这样子对台胜科有没有什么好处啊 不错哦 你来景点之前有先做功课 因为呢 母公司是商务口 那它竟然是全球这么大的一个厂商 所以说它有一个技术移转的好处 是可以给台胜科的 那台胜科在这个部分 其实获益良多 那再来呢 其实呢 很多诚客会注意到什么 台胜科4月跟5月的营收不太好 因为呢 他们有税修的问题 那因为税修 其实4月的时候 就是8寸厂税修 5月的时候是12寸厂税修 那这样子营收不好很正常啦 但是台胜科目前的订单 他们的产能的驾动率 已经全满了哦 而且订单已经排到明年的上半年 所以呢 这个地方值得大家关注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这一个行程的最后一个地方呢 就是环球晶 环球晶呢 是全球第六大的晶圆制造厂 国内呢 有3到12寸的半导体制程 6寸呢 6寸的制程占它的营收40% 8寸也占它40% 12寸呢 则占了大概四分之一左右 听说这个环球晶呢 它签署了一个8亿美元的长约耶 真的不错哦 有做功课哦 环球晶在这个月初的时候 其实跟Global Founder 就是Global Founder 签了一个8亿美元的长约 那目前呢 预计要在美国呢 去增加了一个12寸的SOI 新原厂产能 那现在呢 8寸的现有产能 它其实也是持续了 就做扩增 为什么一间公司 要去做扩增他们的产能 去增加资本支出 就是因为它认为 未来以后 他们这样的投资 是可以得到回报 才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关注的点 哇 这个景点看起来真的很厉害耶 看来以后游客会越来越多 当然啊 机长我只带大家看美景 对 美景配美人 在配红酒吗 哪里 够了哦 好了 那再来我们要去哪里呢 我们接下来呢 会带大家去 同志跟存安 哦 是车用电子族群耶 现在倒车雷达的需求很火 像是同志啊 它上周就已经大涨 那再来的话 它会继续墙吗 还是同志人需努力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好 来我来带大家一看究竟 首先呢 同志呢 它是在 它的主力产品是倒车雷达 它是全球前三大 也是亚洲最大的倒车雷达制造商哦 那它的营收来源 有4成是来自于超声波系统 有9%是来自于射频系统 那还有大概一半是来自于影像系统 那接下来我们要帮大家一起带纯安这个地方 纯安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原本是做电子薄膜的 但是它在近期呢 有切入了所谓的车用的领域 那包含了分成两大块 一块是车载的镜头 另外是汽车工程 那其实我们知道车载的镜头 它其实就是辅助嘛 辅助的影像 包含是我们的侧边啊 然后还有我们的后方的这些镜头 那但是最近纯安它在做什么 它要切入自动驾驶哦 自动驾驶就包含了自动刹车系统啊 还有车道维持的 还有自动停车这些 因为其实我们只要在开车的时候 光是人在开车 你要维持在车道的正中间就已经不容易了 所以接下来让汽车做这件事情 自己做它是有难度的 各位旅客请注意 我们现在呢 在经过所有的旅程以后 中间来到了一个地方 瀝青我来顺便帮大家导览一下 瀝青这地方呢 其实它是在做LED车灯模组 那它营收的95% 诶那LED灯它跟一般的车灯有什么差别啊 哦 我跟你讲 LED的刹车灯 其实比传统的刹车灯 还要来的快一点点 诶 它是有多快啊 我跟你讲就是快0.02秒 0.02秒是什么概念 OK 我告诉你 你不知道如果你不会开车的话 你不知道0.02秒是什么概念 其实0.02秒呢 让你在车租100公里直速的时候呢 可以让你有提前5公尺的刹车距离 这5公尺的刹车距离 就决定你会不会跟人家相撞 所以说呢 瀝青在这个部分 它有它的专长在 那它只要切入车用的地方呢 这个模组其实销售都可以不做 也是一个产业趋势 听完我就上了车了 LONO 你要搭我的直升机 我不要 不要 降落闪在那边 自己跳 想要去下一个景点的乘客抓紧 我错了 带我走 带我走 抓好咯 接下来我们要去滑通跟定营 诶 我知道滑通是 屏着手机下半年手机版的主要供应商 利多多怎么到现在还不涨停啊 好 我来帮大家做一下介绍 我们其实不需要涨停 我们只要涨不停就好 滑通这间公司是 国内第一家印刷电路板厂 它的手机版的营收占它的来源34% 电脑板就是我们说的PC版大概是四分之一左右 剩下来才是消费性的电子版 但是因为滑通这间公司 我们目前观察到它第二季的EPS可能会略略的下滑 那其实这样的减少幅度季减 QOQ大概掉了三成左右 但是我认为各位诚哥可以注意的是 滑通是苹果手机的主要供应商 今年整理的订单量预计会成长一到两成 尤其是现在已经到了六月 那六月开始就是苹果的拉货槽会慢慢的逐月放量 所以再加上今年的手机 新款手机款的电池版 会从去年软印两个版结合变成纯软版 这个地方滑通就是最主要的受惠者 那再来我们看到什么定影 定影这间公司其实它的PCB版应用的地方就不一样 它的营收来源有四成是来自于汽车版 有三成是来自于光电版 那剩下来的两成左右是来自于伺服器版 公司的汽车版有成功打入美系电动车的供应链 这个东西战不战哦 那看好了我们现在看好了 客户下半年的需求其实非常的强劲 接单真的很旺 那产能也一直满载 那再加上定影下半年的新产能会开出 营运是有望向上做突破的 听起来印刷电路版很有看头耶 当然这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景点 我们的旅程终于要结束了 等等我想要那个酷酷的东东 被你发现了也逆真好 被发现没有办法来上飞碟 我们这次的秘密星球是哪里 我们这次的秘密星球呢 其实呢要跟大家讲的是 它是一个今年营收已经累积成长超过150% 非常非常的惊人 再来第二个是它在某一个领域呢 这个领域里面的前八大品牌商 它有六个是这间公司的客户 再来第三个呢 是第三季是这一个产业的旺季 在原本有的客户扩大下单的情况之下 还要再加上新客户的产品要准备放量 所以第三季的营运有望攀上高峰 哇150%听起来也太厉害了吧 各位旅客想要知道秘密星球在哪里吗 赶快上飞碟 记得加入机长的light app跟telegram 可以go go go 我们下次见 拜拜